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你们家最好的衣服吧 在另一件 另一件 长一样长 这是什么图腾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台湾的一个设计师 帮我画的一个西夏 乱胶的画面 对对对 你看我一眼就看出来 他写的这个书是从西夏 西夏旅馆 历史上有名的西夏说起的 但是实际上今天咱们换个重点 咱们俩来跟文道老兄聊一聊 因为文道兄佛光普照 我觉得好像我在念如来神掌 是什么时候佛光出现 华夏地理杂志 文道都上封面了 对吧 封面的人不是我 人家那小沙迷好不好 是吗 我们来看看这一组照片 文道的印度朝圣之旅 我们来看看 最近引起联合国的关注 对没错 我很快就要去纽约报告 对对对 你瞧 这是瓦剌纳西 你那时候不是也想去吗 杂志华夏地理 这是恒河吗 对恒河边 瓦剌纳西就是很有名的 恒河边 大家去烧尸体 然后现在这些烧的是尸体 这就是在烧尸 这就是在烧尸 日夜不停的有尸体 日夜不停在烧 日夜不停在烧 而且它尸体烧的方法 是把尸体用白布裹起来 然后一路穿过充满了粪便 跟牛群脏又乱又闹的巷子 运到这个河边的码头 然后一层一层的烧 在最上层的就是婆罗门阶级 最底层的就是这个建民阶级 但是烧好了都是运到河上面放出去了 哦来咱们看下一张 这个是印度的 这随便得理的街景 得理的街景 那种你知道印度的街头 就是一堆牛车 一堆牛流浪狗 我一看就很亲切 很亲切吧 你去印度就看到这个 对 哎呦这又是恒河 就还是瓦拉纳西 跳水运动员 对啊 对 就是那些人跳下去不是洗澡吗 就是咱们前面不远就在烧尸体 对这边就在 咱们外来的人呢 觉得水不干净 对 可是对于他们来讲 这是清静 这是清静人的 啊这个就有意思 那看下面 这个就是纳烂托 哦当年玄奘 玄奘去的纳烂托市 就是古代亚洲最大的大学吗 这是一些遗迹哈 遗迹 咱们看下边 哦大家注意看 这个特务 这个黑影 这个CIA 这个黑影是文道 文道在做什么 金行 就是所谓的行禅 就是跟坐禅一样 只不过你在走路中行禅禅修 但是这个是有意思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现在你看到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就是菩提加耶 就是菩提佳 佛陀正道的地方 啊 我旁边后面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那是传说中 当年佛陀也在这个地方行禅 咱们再换一张 你看得清楚一些 是 这就是传说当年这个佛陀在菩提树下 对成道 对 那么这个这个塔所在的位置 没错 传说就是相当于佛陀 正道处 然后你看到这棵树就是这个 菩提树 但这棵菩提树呢 就是原来那棵菩提树的后代 因为原来那棵菩提树被砍掉了 现在这棵菩提树是阿育王派人送到 斯里兰卡的种子长出来又移回来的 哇 所以有两千年了 这个 这是沃佛殿 就是佛陀 涅槃之后的那个地方 那这是五世纪的时候 公元五世纪 极多王朝为了要纪念 就是佛陀涅槃处 做的一个沃佛像 这是在叫居师 加罗 就是传说当中 这个释迦牟尼最后是在这个 梭罗双树下面 对沙罗双树 我们闻道兄有感应啊 说是一看到这个卧佛像 哗哗的眼泪止不住的就流 就跟你那幽怡症差不多 哈哈哈 幽怡症不太流眼泪 对对对 那因为那个是 怎么讲 就是圣地啊 就是所谓佛陀圣地 就是佛陀一生去过 有名的几个地方嘛 那佛教徒去朝圣呢 很多佛教徒都会说 哎呀我对什么地方特别有感觉 是不是 但是我是特别的 对居身 那加罗就是 Kushnaga 就涅槃地 特别有感觉 这可能是因为以前读书的关系 啊 你知道佛经里面 有一部经叫大涅槃经 嗯 那么大涅槃经 讲的就是佛陀最后的 在世的那段 入灭的 入灭的过程 那个过程 那个过程要是个什么过程吗 其实很有意思 呃 在那几年里面 佛陀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弟子 就是呃 阿南 不是提波达多 背叛他 对不对 然后他两个最亲近的帮他传法最有利的一个就是 舍利弗跟穆建连相继比他早 比他早走 然后呢 护持活法最有利的几个国王 到那时候都结局非常凄惨地死去 要不然被儿子背叛 叛军追杀于路边的小村庄 要不就是国家被窃夺 然后非常孤极地死在一个不知名的村落的旅店里面 嗯 佛陀这个时候把他身边很多的重要的弟子都遣散出去 只带着几个人和阿南在一起 阿南是他的侍者 我们这么每次讲阿南 你都以为是那个小年轻人跟着他 其实不是 阿南年纪只比他小两岁 这是两个七十多岁的老人 只带着几个人 在北印度最荒野的边郊漫游的故事 那整个故事是个秋天的故事 就步向衰落 然后所有以前那种文法欢喜的大众啊什么都不见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 他选择到当时最穷的一个地方 就是居士纳罗 在那入面 然后那时候阿南还问他 就佛啊 世尊啊 怎么来这种破地方 说我们回到王舍城 舍未城 对不对 那一堆信仑 那搞得 搞风风光光嘛 对不对 但是佛陀跟他说 居士纳罗这个地方 千百年前 也是圣极一时的王都 然后你看现在是这个样子 其实这讲的就是 沉住坏空 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故事本身 你看那个背景 然后你今天去看到居士纳罗 然后你再想到当时那沙罗双树 现在有那树啊 当时那沙罗双树 是一瞬间开花 一瞬间枯萎 那就沉住坏空 一刹那间完成 真是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所以佛陀在那个地方入灭 然后你就想到的就是一个最神秘的 就对佛教徒来讲最神秘的东西 就是涅槃 你们想过其实这是很奇怪的事 就是所有宗教追求的是永生 但佛教追求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涅槃原来梵文叫尼巴纳 尼巴纳的原意是把蜡烛吹熄 彻底的消灭 佛教徒追求的是这个 这咱北京话讲 佛教徒追求吹灯芭蜡 对 人死如灯灭 对 是追求是彻底的极灭 那怎么会是这样 怎么有哪一个宗教告诉你说 每个宗教告诉你要永生 你会永生极乐 我们给你的极乐的方案是 你再也没有了 极灭了 但那个极灭是什么 就是我当时一进那个店 看到卧佛 然后你就忽然觉得 那么神秘的一个状态 不可言喻的无法不可思议 无法言喻那个状态 一下你碰到那个东西 想到那个 你自然那个泪如全 那不是难过 也不是喜悦 而是因为不触碰到一种 你觉得神秘到超乎人类体验 可以用言语去表述的体验 言语去思维的体验之外的东西 宜君受触动了 非常感动 听得非常感动 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 因为我妈妈是一个很虔诚的佛教徒 我们家不管我父亲过世 或是有别的长辈过世 甚至我们家的狗 狗死了 我妈都要率领我 跟我哥我姐一起念那个 那个佛说阿弥陀经 然后就是讲一个 一个最美的那个世界 就是那对我来讲 通常是一种觉得疲惫 或是说跟死亡这件事的爱上 他好像只是让你疲惫 对那可是我自己对这个 本来这个佛经理的这个佛的死亡 不会像看圣经像耶稣死那样的一个 一个悲伤 可是你刚才讲的那过程 其实我觉得好像在看百年孤独 百年孤集那个邦迪亚上校 他其实你会发觉 百年孤集整本书是一个死亡百科全书 他是每一个家族的成员 他其实在写他老邦迪亚死的过程 是天降花朵 然后谁死的时候是什么 每一个人死的方式 那个邦迪亚上校的哥哥死的 那个最经典那个血流流流流 穿过街道流到他母亲的身边 这个我上次听一个老师讲啊 就是说这个当年百年孤独啊 对这个刚刚传到中国来的时候 对中国作家很有影响 第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什么上校 许多年后 许多年后看到上校将会回想起 面对行刑队的时候 将会回想起那个下午 对他的爸爸带他去看冰块 这位老师讲呢 我觉得对我很有启发性 他说当时呢 中国作家觉着魔幻的是这种时序 时间说一个人很多年之后 看见自己面对行刑队 他说实际上啊 当时的作家是没有看佛经 他说如果是看佛经的话呀 佛经的这种 比如说这个这个佛说 这个如是我闻 说什么什么什么时候 未来受计给一个什么佛 你在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将要成佛 过去现在未来 他说如果用英语来讲的话 佛经里头这个时序啊 过去现在时什么正在进行时 是非常复杂的一个时间 其实你古范文的文法的时序本来就很复杂 你知道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 就我很多学梵文的朋友他们说 他们学了梵文学懂梵文之后发现这英文好了 对英文也清楚 对真的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英文的很多文法是不精确的 我们知道英文文法有很多例外 对不对 常常告诉你这是例外 这是例外 你只好死背 很多规则 但你学完梵文之后 因为印欧语言的源头之 语言之就梵文嘛 你学好梵文之后才发现 当年你以为的那些英文里面的例外 其实不是例外 它是有规则的 只是今天的英文忘记了它原初的规则而已 所以你像说日本 为什么开始历史一直就搞不清楚 因为它就不是一个有时间概念的这么一种文化 说什么你都弄不清 它到底发生过 印度人 对吧 就是印度 印度人 你都不知道它的历史 其实现在都不是很清楚 印度人很奇妙 比如说它的数学特别好 它用来计时的单位也特别精确 比如说我们看一刹那一弹子 这一刹那是好像是六十分之一秒 它是非常精确非常细微 可是问题是一讲到历史 它是彻底胡来的吗 对 它的历史 还有一件事就是很多人的观感 像很多中国游客去了印度 那就是我也注意到你文章当中 就是一种很矛盾的描述 你像我去印度 我也是感觉到这一方面 比如说它的古迹 一些巨大的陵墓 你一进去 那非常的干净 草坪都非常漂亮 可是一出门 就是脏乱差 然后就是满地要饭的 甚至随地大小便的 就都有 可是你比如说在城市中心 又有很大的广场 庙宇 就是它是一个很混杂的 就像它的肤色 你看我在印度 从唇白到唇黑 中间每一种色的人都有 就它事实上你看 你看到的这些脏乱差 又让你有什么联想 我那个震撼特别大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佛陀当年在菩提家 他去坐在菩提树下 准备最后我们知道 是月光升起的时候 圆月升起的时候 他正道 在那之前 他是去了河边先洗澡 然后遇到有个女孩 请他吃奶酪 不是他苦修完出来 就苦修不行 然后那条河就泥连残河 你知道今天那条河 是什么样子吗 那条河基本上干得一塌糊涂 但是还是有点水 这个水是这样 就一边有一群印度人 就蹲在河边拉死 然后拉完之后 他就用左手抹屁股 然后在水里涮 离他们一起拉死的 这个粪场 基本上这个河 现在是个粪场 河边是沙滩 那个沙就像猫的沙一样 就是其实底下浅浅埋的 全是一层死 就在这个河边拉死 大家拉死的地方 离不远处下游处 就有人在捞鱼 那个鱼就是我们在那个地方吃的鱼 你看到一大堆这种 然后你看那种脏乱 包括圣地 那种让你觉得非常污秽的很多东西 它跟你想象中的圣地差太远了 就我们一般想象的圣地 你别说像范蒂冈不用讲 是白色大理师 圣保罗大教堂 在金光闪闪之下 那种白色的光辉 或者是麦家 秩序井然的 对不对 很宏伟的 那佛教的圣地 就是一片烂的 就就就又发出古怪的味道 然后非常喧哗 但是我那时候我想到的是什么 我在想就是 因为从前我们中国人 我们看到的佛像胖胖的 然后干干净净的 脸会白玉一般的 或者金色的 但是那一刹那 我忽然在想 哎呀 当年佛陀 2500年前 佛陀跟他一帮弟子 是否也这么样子 在这条河边如此拉死 左手擦屁股 左手擦屁股 当然佛陀很讲干净 他有很多规定 要怎么样处理粪便 但是格局不会差太远 我看到那些拉完死的人起来 然后包括那些在路边欺骗我的小贩 纠缠不清的乞丐 我看到他们 我都在想 他们跟佛陀的相貌上 应该比我跟佛陀还接近 佛陀应该就是他们这个样子的人 圣地子们就是这样子的人 我们所有称颂过的大臣佛教讲的 唯摩节居士 无助菩萨 月称都是他们这个样子 你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我们所有关于佛教的里面人物的那些概念 都是被打破了 然后这一刹那什么叫做干净 什么叫做不洁 什么叫做神圣 神圣总是跟洁净光彩这些连在一起 但这些所有东西都会税裂掉 你看你讲的这个 就让我想起这个奈保尔 在他那个幽暗国度那个书里 我还记得他说的一个很有意思 他说站在英国人的眼光 就说这个印度人脏啊 是吧 这个大小便不干净 他说但是他就谈到西方概念当中的净 和印度人认为西方人才脏呢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就像你说他左手擦屁股 他们会认为右手是干净的 左手是他比如说 哎怎么英国人 你们拿左右手一块吃饭 你们这脏的就不像话 对不对 你看这就是关于净的一种 什么是干净 这个一个概念的区分 对而且呢 我觉得 印度的这种的所谓的脏乱呢 或怎么样 它其实是个什么呢 其实是个中国人应该也很熟悉的东西 因为我曾经读过很多19世纪 包括最早是18世纪来中国的欧洲传教士 对不对 他们描述中国人 他们每次说到中国人 必然提到的字眼就是脏 他们喜欢比较中国人跟日本人 因为日本人从江户时代开始就很干净很干净 那么他因为一到了日本 然后再来中国 觉得该差不多 没看到吓坏了 他们觉得北京就是个大粪场 然后广州到处是个充满了尸体的城市 非常脏 非常不洁 到处是臭味 他们认为中国男人的长袍是经年不洗不换 到处都是油 那种油的乌鸡 可是我觉得这个脏是个 首先是个感受的问题 第二就是在印度那个状况 你说很脏 比如说像瓦剌纳西这个城市 瓦剌纳西这个城市 印度的盛城 就是刚才我们看照片里面 恒河边那个城市 大家觉得那个水脏透了 对不对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城市在印度 是知识之城 是光明的城市 它的那个瓦剌纳西的大学 直到现在 它等于是印度的北大 它是印度所有文科社科最好的大学 而且这个城市是人类史上 有最长远定居历史的城市 它两千三千年来 它这个城市有三千年历史 这个定居的记录是没有断过的 所以有很多埋藏的古老的智慧 有很多很神秘的知识隐藏在里面 包括各种的瑜伽 包括当年在理论上战胜过佛教的桑杰罗 就是那个城市的人 在那个城市弘法传道 如果你看到他们那些人 你觉得他很脏吗 但是你又看到那些人就在横河边上 那个石台上面那瑜伽市 早上迎着日出穿着白衣再开始修行 你看他那个很瘦的腹部 几乎见鼓的腹部 一鼓一胀 一鼓一胀 然后你经过他身边那种力量 那么强大 你是没办法说这个叫干净还是脏的 这一神圣了呀 对没有净会了 是呀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是 以军兄很感动 我只是 为什么 比如说我 我去年开始 我就很着迷 大陆一个科幻小说家 叫刘慈欣 很多人 三帖 然后 我之前是读到他的那个 乡村教师嘛 他就是写一个 你跟他讲其实是最脏乱的 最共和国想象性的一个最穷的 山西的那种穷乡屁郎 全部的然后那个皮革厂来污染他们 然后伤害他们 那可是后来这些小孩也是无父无母 他们到城市里是没办法的 那这个老师后来知道自己得了绝症了 快死了 死之前他就觉得这孩子 一定要让他们受教育 他就教他们牛顿第三定律 反正他教了他们一些 是应该中学的课程 可是他知道他死了 没有人理这些孩子 然后就是什么一个物体 什么静哲哼这种 他的孩子不懂 他就很骂他们说 全部背起来 后来老师就死了 哭哭啼啼 可是接下来他是写一个 遥远的那个半人马星球 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一个细星云跟探机两个的战争 怎样怎样 然后他们因为用那个 那个相对论的理论是 1等mc平方 所以他们是用星球把它灭掉以后 产生的能量做跳光速的飞行 他是上千万艘的战舰在对打 那终于好像这个太极文明把西极文明赶走了 可是他们怕他们又将来强大又攻过来 所以他们要一种兼并清野战术 他把这一个宇宙的这个光年 这个地带的所有的星球都要灭掉 可是他们就要有一种人道是说 看有的星球有没有到达某种3C文明 或是什么的 那当然有一些星球是一些青蛙什么的 然后问他一些问题 呱呱呱呱 他就按按钮就叉叉就灭掉了 低血在里面 他就设一个小型的那个核弹 是一个黑洞 但是黑洞是一设进去 把那个恒星系整个吸进去就不见了 那他等到来到太阳系的时候 他们就 我们运气地球人运气不好 他选出来选样的就是这一群 3C的小孩 中国最贫困的没受过教育的小孩 就问他一些说海洋的成分是什么 呱呱呱什么什么 然后这个你们这个星系有几颗行星 最基本的呱呱呱呱都不知道 他说好吧指挥官说按按钮 那可是那个执行的人他还是有一点 他就在按那个按键 他是从很遥远的光年 射一个那个核弹过来 结果他就说 他们突然这些小孩 就突然问到第16题17题说 物体一个物体 就是牛顿三大地狱 他们全部背起来了 就这个时候他说 整个在曼哈顿在纽约在东京 所有的人看到的那些太阳 是旁边有一个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然后那个太阳光 这个就了 我刚才听闻到讲了 我觉得某些部分 他所谓的一个朝政 我们都开完 我们都开完